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五百六十五回 韩丽随手散了巨蟒之后望着这几位老摩不动声色的说 四位道友在此拼斗自行其事也就是了 又何必非要叫韩茂牵扯进来 在下只是路过罢了 黄袍大汉等老摩大惊面色大惊的同时盯向了韩丽 此刻他们已经看不出来 这位凑巧被困在阵法中的修士竟然是和他们同阶的存在 只是先前不知道用什么秘术竟蒙过了他们的耳目 对方到底有何居心 是凑巧还是另有企图的跟踪过来的 三个老摩各怀鬼胎一时之间愣在了那里 玄王同样心中震动 他虽然说一眼就看出来了 韩丽就是拿走那金刚照的修士 应该有些手段才是 但同样没想到 对方真正的修为竟然如此之高 神色也是阴晴不定起来 韩丽却用神识将附近的黄沙尽致匆的查看了一遍 眉头微微一皱 这些黄沙尽致还真有些神妙在其中啊 若是强行破阵 可是要大费一番手脚的 心中这样思量着 杭丽呢 冲那葫芦上的大汉 平静地说道 几位道友应该听明白在下刚才说的话了吧 韩某不会插手你们的恩怨 但给我让开一个口子 请放韩某过去 不知道道友怎么称呼 为何会来雪岭山脉之中啊 黄袍大汉犹豫了一下 缓缓地问道 在下姓韩 道子山脉只是路过而已 道友对这个答案可否满意啊 韩丽声音一冷 有些不耐烦起来 他的解封时间正在一点一点的过去 可没什么时间和对方兜什么圈子 打开尽致 放道友出去 这恐怕不行吧 我们这黄沙阵不止不易 一旦放开尽致 恐怕就会让对方趁机逃之夭夭了 不如道友暂且忍耐片刻 等我们灭杀了老摩 再放道友出去 你看如何呀 黄袍大汉 脸露为难之色 眼珠微微一转 如此说道 韩道友若是信他们三个人的话 那才是自寻死落 这三个人如果灭杀了本王 为了不暴露他们的丑事 下一刻肯定会对道友动手的 道友若是明智之人 还是和本王联手破阵的好 这里离本王的洞府也很近 只要助我破除了此法阵 逃到那里 这些人就不足为惧了 本王也可以对心魔启示 一定要重谢道友 宣王却突然神情肃然的说道 韩力神色不变 双眉微微一条 黄袍大汉文言却脸色 木然阴沉了下来 倒有最好思量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再做决定吧 哼 若是你帮着老魔出手 就是与我们三人作对 那到时候 可就别怪我们三个人出手无情了 连你一起对付了 你看清楚双方的实力 在我们这黄沙阵中 就是你二人联手 最终也难逃落败身亡的下场 我想道友不会 想和此老鬼落得一起陨落吧 本人的条件也很简单 只要韩道友在此逗留一小会儿的功夫 什么都不用做 到时候自会放道友 安然离去 本商人同样也可以对心魔下次读事 黄袍大汉 半威胁半拉拢的说道 道友不用被他们胁迫 本王的援兵不久即到 要能够护住本王片刻功夫 到时候高枕无忧了就 玄王这万年失亡 如此得意的说道 韩力这位因意外因素出现 显然呢 被这老魔给当成了救命稻草 此时韩力却双手抱肩 面露沉吟之色 黄袍大汉见此啊 目中是凶光一闪 但随即强行的按捺了下来 对面这貌似年轻的修士 虽然还没有展露其他的神通 但是刚才一记电弧 就击溃了魔云组成的巨蛇 实在是不能小瞧对方啊 此人心念转动之时 也顾不得再继续隐瞒原先的打算 直接了当地说道 玄秀 你难道没有发现 我天风道友身边的魔风七子和黄尘三上 并没有待在身边吗 在你一出陵墓的瞬间 我就叫他们另行布置下大阵 将你的陵墓早已经死死的困住了 虽然凭他们的实力 攻打下墓室不大可能 但是暂时拖延个一天半天的 绝没有问题 何况啊 呵呵呵呵呵 说着说着这黄袍大汉冷笑了起来 更何况什么 绝王心中 默然大臣 双目死死的盯着大汉 双手一下子紧握成全 更何况现在将近五十 这地脉中的阴气 正好是一天中最弱的时候 玄凶的天师 现在恐怕要威力大减吧 啊 狂杀上人抬眼望了望天空 嘴角泛起了一丝诡异的讥笑 玄王闻听此言 面色铁青 但隐隐地浮现出一层黑气啊 好 很好 想不到你这本王的天师 研究到了如此的地步 连地脉阴气的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过你了解越多 也只不过是一些皮毛而已 天师的独到之处 本王今日就让你们亲眼见见 玄王忽然仰天立笑起来 恶狠狠地说道 缘冰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心中惊怒之下 自不肯束手待毙啊 看来啊 这要不是显出一些实力来 真的打动不了站在一旁的寒历 玄王当即一张口 一团黑血喷出体外 迎风呢 化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黑色符纹 一闪即适地倒射进了 玄王的额头之上 清晰异常地显现而出 接着此符纹放射妖艺的黑芒啊 老魔身上裹着的白石气体 一阵翻滚 同时呢 从口中喷出了一阵野兽般的吼声 黄袍大汉一见此景 虽然说不知道这玄王要施展什么神通 但是自然不会让对方这般轻巧的完结 立刻不加思索的大喝一声 动手 不要再拖延下去了 随后 这位狂杀上人台族猛然一点 身下了巨大葫芦 葫芦口微微一阵 大谷的黄沙马上从里面滚滚而出 着眼之间的沙力一宁 画为了一条树杖的巨大沙礁 狠狠地扑向了玄王 另外二人文言也同时出手了 白的飓风中传出破空之音 从中激射出上百道巨大的锋刃 每一个杖许大小 白光刺目耀眼 画出惊人的尖鸣之声 一看就是迥于一般的风术 而那魔云中则射出十余口飞刀出来 这些飞刀乌黑油亮 刚射出来的时候只有寸许大小 但是转眼之间就化为杖许长的乌虹 在那些风的掩护之下 无声无息地斩香过来 眼瞅着危急急深 玄王也及时施法完毕 一声怒吼之后 头上的高冠挣脱飞出 迎风狂舞之后 狂掌被许有余 同时变成了紫黑之色 并且老魔同时两手猛一交互暴毙 身躯木人之间拔高树齿 浑身冒出数寸的浓密绿毛 食指之上也生出了黑色的锋利支锦 面孔呢 漠然的干扁挖下 一对寸许长的刘牙 更是惹眼至极地脱口声出 变得是猙獰恐怖啊 这位玄王竟露出了万年尸王的原形 就在这个时候 沙娇 锋刃 以及乌虹 攻到了跟前 玄王脸上凝色一闪 一张口 一颗拳头大小的金珠 喷出了体外 此处滴溜溜一转之后 一下子化为了一只金色的大手 一把抓向了沙娇 这老魔竟打算啊 凭一双肉爪凶悍的来应接其他的攻势 锋刃 乌虹 全都结结实实地斩在了爪影之上 白光乌芒 胶织闪烁 瞬间 就将玄王的身形掩没其中 轰一声巨响之声传来啊 在玄王所站之处 绿芒翻滚 锋刃乌虹 同时被距离重击一般纷纷飞弹而开 这位修炼天师之道的玄王 献出狮王原形的一对利爪 竟然是监狱金铁 比平常的法宝还要硬上三分 只一击就破掉了锋刃和飞刀的联手攻击 而这个时候呢 那只金珠所化的金色大手 也和沙娇一阵翻滚之后 将一把抓住了沙娇的脖颈处 将其暂时控制 韩丽冷眼看到这里 脸色为之一变 这位身上失去冲天的家伙 竟然是如此的凶悍 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不过黄袍大汉见到沙娇被金手制住 不弄反省 冲着正挣扎的沙娇一点指 沙娇通体式黄光闪动 身子一顿忽然化为了一滩散沙 脱逃了金手的控制 随之呢重新凝聚一团 反之一下子将金色大手包裹在其内 大汉却并没有就此罢手啊 冷冷的望了玄王和寒了一眼之后 莫不作声的两手掐绝 四周的黄沙物一阵骚动 忽然掀起了几丈高的巨大浪沙 骑向中间滚滚涌来 这沉沙中不时的传来 嗡鸣鬼气的诡异之声 忽大忽小 让人听的是失魂落魄呀 他竟就此动起四大阵 打算借入法阵禁制 来绞杀中间的玄王 只是杭丽在这黄袍大汉 看向自己的瞬间 心中的当即判断出来 这位狂杀上人 恐怕连他也一同设计在其内 只要他稍微犹豫不决 让此法阵真的合拢近身的话 此人绝对会将他一起绞杀的 愤怒的心中一阵郁闷 原本就不打算再继续浪费时间的韩力 终于也出手了 袖袍一抖啊 数十口金色飞剑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就化为大片的剑影 展现靠自己最近一些的沙浪 同时呢 另一只手中早已扣住的子骨镜 也漠然亮出 法力一注入之后 顿时一道紫光柱 后发先制的喷尸而出 发在了这沙物之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专门破除雾气的紫色光叶 移入沙尘当中 竟如同泥牛入海 丝毫反应都没有露出 韩力眉头一皱 一丝警惕啊 众飞剑锁化光霞 随之斩在了沙物所化的巨浪之上 一个巨大的窝口默然出现 小剑 落魂沙专制飞剑的 不要碰着那些沙子 玄王这个时候正被树剑法宝围攻不停 但是一见韩力出手破阵之后 不见心中大喜 口中急忙大喝提醒道 专制飞剑 韩力闻音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 刚刚被展开的窝口忽然之间颜色大变 阴风乍起啊 无数的黑色沙力 仿佛幽灵般的浮现在重飞剑四周 并同时呢 从沙力上喷出了丝丝的浓稠黑气 向每一口飞剑纠缠而去 刚一接触这些黑丝 韩力顿时感到心神相连的飞剑辗转呆滞 同时啊 控制飞剑的神念也仿佛受到了外力的驱除 竟渐渐的丧失了对飞剑的控制权 韩力脸色一冷 冲飞剑方向一点指 口中清吐一个豹字 轰隆隆的雷鸣之声接连响起 无数道纤细的金湖从飞剑上爆射弹起 爆裂开来啊 金湖所到之处 所有的黑丝被一扫而空 甚至直接在沙物中开出了大片的空荡之地啊 韩力双目一眯 往沙物深处凝望了一眼 深情有些难看的 只见沙物的中间处密密麻麻的沙力悬浮空中 他们看起来倒是平常的皇上 但是数量之多 想要破开他们绝对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啊 他正在犹豫之际 脸色忽然一沉 背后银翅默然飞出啊 接着人就在雷鸣声中 一下子从原先待的地方消失 横着出现在了十余丈远的另一处 而一道赤红的长歌式的法宝正好 从其刚才站立处动窗而过 即使隔着如此之远呢 韩力仍然能够感到一股炙热的气息 心中不由的大怒 那长歌一个盘旋之后 积舍而回 他抬头冷冷的向长毛射来的魔云方向望去 瞳孔中是蓝芒闪动 魔云虽然说是浓密异常 但在明清灵眼神通之下 却如同无物啊 里面一位轻袍老者的一举一动 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而此老正一脸吃惊之色的 同样的望向了韩力 显然韩力的雷顿术 让他吓了一大跳 韩力也不说话 背后双翅微微一展 苏的一声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轻薄老者见此一乐 但是他的争斗经验可也不少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猛然呢 一拍腰间的橱袋 顿时一道青龙 梦从袋中飞射而出 化为了一面青色古盾 一下子挡在了身前 而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 在魔云边缘处荧光一闪 韩力身形浮现而出 两手一握拳 身上金光狂闪 轰隆隆吹声乍起啊 金色电衣浮现而出 接着呢 韩力面无表情的一晃之后 人呢就再次的消失不见了 这一下子 魔云中的人心中大喊起来 不加思索的一张口 攀出了一口碧绿的小剑出来 化为一道绿红 在周身飞舞不定 老魔还不放心 正在放出几件法宝之石 一侧方向猛然传来霹雳之声 韩力浑身电弧狂舞的浮现在数丈远的地方 身上的金壶独目耀眼 如同雷神将士一般啊 附近魔云一个照面之下 就被轻敌的是干干净净 露出了十余帐大小的一块空间 请将老魔访客为主的笼罩在了里边 身形是暴露无遗啊 啊 轻袍老者不由的一声低呼 随之意识到这事情好像不妙 当即身上灵光闪动 就要慌忙的盾离此地 可是韩力既然冒险用雷盾潜到了此地 又怎么会轻易的放对方离去呢 身形一晃之下 人就带着一连串幻影 骑身到了老魔神前处啊 两只手齐扬 一道紫色火焰和一抹金光 同时急舍而出 轻袍老者见韩力身形如此之快 大吃一惊啊 顾不得其他的事情 急忙一张口吐出了光幕 横在了韩力和老者之间 紫色火焰一闪之后 不客气地击在了光幕之上 咔一声清响 紫色寒气在光幕上迅速蔓延开来 一层厚冰飞快地覆盖了整座光幕 将那青色的古盾 一下子冰封在了旗内 这 这是什么功法 怎么如此霸道 老者不由地惊骇了起来 另一道金光随之也急舍而到 扑地声清响 金光在冰幕一闪即适地 不见了踪影 但马上一缕金芒 又在老者面前乍现而出啊 这青袍老者一个机灵 身形几乎下意识地 向一侧拼命一闪 马上他只觉尖头一凉 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 传来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五百六十六回